为什么要做这个龙摆尾呢 其实脊椎是在道家养生学来讲 我们有一套非常特殊的说法说 脊椎走的就是叫做督脉 什么叫做督脉呢 督脉是人体最重要的羊脉聚合的地方 管理所有羊脉的地方 那一旦人的身体的 这个后面的脊椎的督脉开始阻塞 或者是通畅不了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酸痛点 所以现代人很多 肩颈酸痛 然后还有胸椎不舒服 觉得呼吸不顺畅 有人腰椎的问题 有人尾椎的问题 那这不光是脊椎 会连带全身的骨骼系统都会受障碍 所以这个功法很简单 我们就是在坐着的时候都可以做 做一个身体的一个摆动 其实上班的时候 你可以根本不用站起来 只要在打电脑的过程之中 把手放下来 做几个摆动 摆动不到一分钟 你就会发现后背开始放松 肌肉开始放松 然后脊椎两偏的肌肉 开始得到平衡 其实我们现代人 大部分人用单只手 要不是用左手 要不是用右手 那两手的平衡 这个平衡很重要 因为两手平衡 才能够让整个的肩背的肌肉平衡 那我现在在做这个动作 就是你都用了单只手 用很久了对不对 所以我做一下摆动 让那个气在脊椎上 你知道它不是上下走 它是S行走 它是螺旋并且S行走 很特别 因为我常常看到 我学生在练功的时候 看他们的后背 我知道他们做得对不对 不是因为它动作标不标准 是因为我看它的气 是走得对不对 如果它是这样螺旋 S行走上去的时候 它就对了 所以当你在摆动的时候 其实气是螺旋S行走的 然后那个气就会冲上去 大脑也会放松下来 肩颈也会放松下来 腰背也会放松下来 然后脊椎就保持 非常好的平衡 整个人就清爽多了 就放松了